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您好 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是 西方美术史 每逢周四晚上 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的101教室 总是坐无叙席 没有座位的人只能站着 甚至是盘腿坐在地上 这些人当中有来自物理学院之类的理科生 也有来自传统文史哲专业的文艺青年 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远而来的校外艺术爱好者 他们都为了北大最有名的通选课之一 西方美术史而来 许多学生都说它是一门改变一生的课 究竟这门课魅力何在呢 我们要介绍的这本 西方美术史就是这门课的教科书 也是这门课的主讲老师丁宁的代表作之一 丁宁是北京大学西方艺术史的教授 他的这本西方美术史 主要是在课堂讲义的基础上整理的 所以这本书面向的是初学者 并不难读 它最大的特点是不借用宏大叙事的手法 也不抛出新奇的观念 而是通过有意思的背景故事和画面 来解读西方美术史 我们说西方美术史 其实主要讲的就是欧洲的美术史 时间跨度从公元前七世纪 一直到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我们就在这段历程里 用艺术家地位演变这个线索 来解读这本书 在进入讲书之前先来想一个问题 你能想起来的最早的西方艺术家是谁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的是达芬奇或者米开朗基罗 但是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 从时间上西方文艺复兴相当于中国明朝 那我们就会好奇 难道在文艺复兴之前那段漫长的历史里 就没有艺术和艺术家吗 当然不是 公元前的古希腊就留下了很多优美的雕像 这可都是由高手制作的 那也就是说文艺复兴之前并不是没有艺术家 而是绝大部分艺术家都没有留下名字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先不急着回答 带着这个问题先来看一下 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方美术有什么特点 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方美术 包括古希腊艺术 古罗马艺术和中世纪艺术三部分 古希腊艺术大约是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 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它 那就是理想美 什么是理想美呢 简单来说就是对最高级的美的一种想象 听起来有点抽象 咱举个例子 雅典卫城有一座古老的建筑 叫巴特农神庙 它的修建时间大致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原本是古希腊人用来祭祀守护神雅典娜的庙宇 这座神庙有着严密的数学构思 它的平面是符合黄金比例的长方形 整个建筑横平数值的十分规整和简洁 这些其实体现了古希腊人对理想美的第一点看法 在他们看来 理想美跟数学和比例有关 比如我们今天常常说七头身美女就来源于古希腊 古希腊的雕塑家认为人体完美的比例标准 是身体跟头部比例为七比一 他们相信美跟数学关系有关 它可以被量化 古希腊人对理想美的第二点看法就是 理想美是情绪的克制 很多人对古希腊雕塑的印象就是一堆白花花的肉体 假如我们把视线从身体的肌肉移动到他们的脸上的话 就会发现 古希腊雕塑的人物表情通常都是很平静 这可不是希腊人面瘫或者是希腊雕塑家的技术不够好 古希腊人认为 理想美跟情绪克制有关 著名的古希腊雕塑 拉奥孔就是一个经典例子 这个雕塑表现了特洛伊战争中 基斯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毒蛇咬死的一瞬间 按人的本能反应 拉奥孔应该会痛苦的面部扭曲猙獰 但在雕塑中 拉奥孔的表情反而很平静 就像是在轻轻的叹息 这是为什么 因为人痛苦咆哮的时候 会把嘴巴张得大大的 不好看 为了美感 必须要克制人物的情绪 让他看起来更优雅 所以古希腊艺术 其实并不是在逼真的还原现实生活 而是根据他们对理想美的理解创造出来的 人们常常以为美是感性的 但古希腊人认为美跟理性走得更近 因为它需要理性的数学思维 也需要理性的情感克制 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衰落之后 罗马人用武力宗教和法律逐渐征服了地中海地区 在公元一世纪前后 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 古罗马文化深受古希腊的影响 但是罗马艺术具有自己的特色 特别是它的雕塑和建筑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古罗马的艺术 古希腊人追求理想美 而古罗马人追求真实和宏伟 真实说的是它的雕塑 这跟它们的传统有关 古罗马的雕塑都是相当写实的 罗马人会为死人做遗像 他们在死者的脸上 用蜡或者石膏来翻制雕像 所以做出来的遗像是很逼真的 除此之外 古罗马雕塑还强调纪念性 古罗马雕塑许多都是君王贵族出资的 他们希望在雕塑里 把自己表现得高大上一些 所以古罗马的雕塑会比较显实的 再现出这些权贵的样貌 又会夸大他们威严的一面 古罗马的艺术特色还有一点是宏伟 这说的是它的建筑 一提起古罗马的建筑 很多人都会想起斗兽场 那以罗马斗兽场为例 我们会看到古罗马建筑有哪些特点 首先与古希腊神庙横平竖直的直线风格不同 古罗马建筑使用了不少的弧线 像罗马斗兽场 它的水平面其实是一个椭圆形 另外 古罗马建筑开始使用半圆拱的建筑结构 就是在门框上再加上拱门 罗马斗兽场有四层 底下三层就是用这样连续的拱门 古罗马建筑不仅使用大理石 还开始使用混凝土 混凝土的使用 被认为是古罗马宏伟建筑的关键 因为混凝土的可塑性更强 可以建造更多结构复杂的大规模建筑 比起古希腊对理想美的追求 古罗马人更强调的是实用性和纪念性 他们的雕塑建筑 大多都对现实有所诉求 古罗马人希望艺术能够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便利和享受 也希望艺术能够弘扬力量和荣誉 公元476年 西多玛帝国覆灭 欧洲开始了长达1000年的中世纪 提到中世纪 可能你会马上想起基督教会和教堂 没错 这一历史时期 基督教会在世俗社会占据了统治地位 艺术成为了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工具 基督教堂和教堂内部的装饰是中世纪艺术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主要讲中世纪基督教艺术 在这1000年当中 艺术的关键词就是神圣 在棚圈里 我们经常看一些朋友 去删那些到欧洲旅游的照片 最受欢迎的合照地点 就是各种基督教堂 这些教堂大部分都是中世纪建造的 总体上可以分成两种样式 第一种是罗马式的教堂 顾名思义 这种教堂的基本形式来自于古罗马 罗马式教堂主要使用大石块修筑墙壁 因为它需要厚重的墙壁来支撑整座建筑 为了承重 它的窗户一般修的是又窄又小 而且使用粗大的柱子 所以整座教堂显得非常浑厚 意大利的比萨大教堂就是典型的罗马式教堂 罗马式教堂的墙壁 又经常会有镶嵌画 镶嵌画又叫马赛克画 它是把各种颜色的小石片打磨成需要的形状 然后一片一片的镶嵌到墙壁上 形成一种马赛克效果的装饰画面 这种工艺并不简单 有时候还会使用金箔 所以造价很高 但是这种镶嵌画有强烈的平面装饰性 对于教徒来说 是荣耀上帝的绝佳方式 也是世俗统治者自我彰显的手段 除了罗马式教堂 第二种重要的教堂是歌特式教堂 歌特最早是一个贬义词 意大利人用它来嘲讽德国人的建筑 现在也经常能用到这个词 比如说歌特式重金属音乐 歌特式风格的服饰打扮等等 都是在说一种比较暗黑的文化 但其实歌特式的教堂可一点都不黑 反而因为大面积彩光明亮的很 精致的像珠宝箱一样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与罗马式教堂厚重的建筑承重方式不同 歌特式教堂的设计者 懂得利用各种力学原理和建筑结构 减轻教堂墙壁所承受的重量 比如说利用飞拱和尖顶 这样一来教堂的外形轻盈了 而且可以开很大的窗户 大面积彩光 说到歌特式教堂 又不能不讲到玻璃窗画 跟罗马式教堂的镶嵌画一样 这些玻璃窗画的内容 基本上也是基督教人物和福音故事 他能够把宗教教义和故事 通过直观生动的图像 将给不识字的人 五彩斑斓的玻璃窗画 在光线的折射下 营造一个神圣的空间 让信徒在教堂里边感受到 天国的召唤 所以说中世纪艺术追求的是 神圣的宗教启示 你可能会问了 歌特式的教堂这么明亮 后来怎么跟黑暗诡异的 歌特文化联系上了 其实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兴起之后 中世纪教堂经常作为 超自然神秘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 所以歌特慢慢地 带上了神秘黑暗的色彩 法国大文豪余果的代表作 巴黎圣母院里的主要场景 巴黎圣母院 就是典型的歌特式教堂 讲到这里 我们就要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了 为什么文艺复兴之前 艺术家很少留下名字呢 因为在这一千多年里 西方人普遍认为 艺术是一门手艺 艺术家是工匠 画家雕塑家 建筑师跟做鞋子 做家具的人没有太大区别 他们的地位也远远比不上 作家和诗人 今天人们会觉得 文学诗歌跟绘画雕塑一样 都是艺术啊 有那么大的区别吗 当时人觉得 作家诗人 比画家高贵的理由是什么呢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啊 戏剧和诗歌 可以净化人们的灵魂 而其他艺术 只是在讨好人的视觉 除此之外 戏剧和诗歌的创作 是需要灵感和天分的 古希腊人认为 这是神灵抓着作者 和诗人的手在写作 但是像画家 雕塑家 他们是可以被人工训练出来的 所以说文艺复兴以前 艺术作品很少留下作者的名字 但没有名字的美术史 伴随着中世纪的消逝 而终结了 接下来 就到了群星璀璨的 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到 19世纪统称为 近代的西方美术史 具体来说 包括文艺复兴时期艺术 巴洛克艺术 洛可可艺术 19世纪的艺术 没有一个统一的风格 是几个流派共存的 从没有名字的美术史 到有名字的美术史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先来讲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 大约开始于13世纪 结束于16世纪末 持续了大约400年 是当时整个欧洲的一场 思想文化运动 文艺复兴时期 出现的人文主义 标志着 人们从神的世界 回归到人的世界 人们不再完全追求 来世的救赎 开始关心当下的感受 这种思想解放 开启了近代世界 文艺复兴是一个 大师辈出的时代 他最早兴起于意大利 这里我们只介绍 三个最厉害的艺术家 那就是达芬奇 米开朗吉罗 拉费尔 他们合称为 文艺复兴三节 达芬奇是三节中 最年长的一个 他不仅是伟大的画家 和雕塑家 同时还是作家 医学家 数学家 物理学家和工程师 可以说是一个 优秀的复合型人才 达芬奇14岁时 跟从著名艺术家 韦罗基奥 学画画 后来他画的实在是太好了 老师看了都自愧不如 从此金盆洗手 只做雕塑不画画 达芬奇曾先后在 佛罗伦萨 米兰和法国 承接绘画项目 还钻研 桥梁工程 军事武器等发明 据说他还发明了 类似坦克车的武器 他有着超强的好奇心 和科学研究精神 曾经偷偷地解剖人体 研究骨骼 肌肉结构 所以他笔下的人物 都很符合人体科学 他还研究过空气和光线 这让他的绘画 有着很强烈的立体感 和空间感 达芬奇对人体和空气光线的研究 在他的代表作蒙娜丽莎里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很多人误以为蒙娜丽莎是一个名字 其实蒙娜是意大利文缩写 意思是我的夫人 也就是说蒙娜丽莎其实是丽莎夫人的意思 关于这张画的说法很多 有人说画的是一个弗洛伦萨商人的妻子 有人说画的是达芬奇对母亲的回忆 甚至有人说蒙娜丽莎就是达芬奇的自画像 这幅画还产生了一个专有名词 蒙娜丽莎的微笑 就是说从不同方向来看这幅画 都会觉得蒙娜丽莎在冲着你笑 这是因为她使用了运图法作画的缘故 运是光运的运 图就是那个涂抹的图 运图法又叫薄雾法 这种技法可以让画中的事物看起来 像笼罩了一层薄薄的烟雾 过度非常猛笼 据说这种技法是 达芬奇在韦罗基奥的作坊里 学习画鸡蛋的时候发明的 蒙娜丽莎的眼角和嘴角 经过这种方法的处理 显得若隐若现 艺术史家瓦萨里评论 蒙娜丽莎的微笑说 她似乎不是出自人类之手 而是上帝创造的真正艺术 达芬奇可以说是 处理人物表情的大师 除了微笑 她还擅长表现恐惧 惊讶 愤怒等等 她的另一幅代表作 最后的晚餐是她表现 人物情绪的极大成之作 最后的晚餐 在米兰圣母感恩修道院的餐厅里 是一幅壁画 据说达芬奇在创作 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经常名思苦想 所以画得很慢 结果修道院院长就偷偷打小报告 说达芬奇无所事事好吃懒做 达芬奇一气之下 就按着修道院院长的样子 画成了出卖基督的犹大 这幅作品画的是 耶稣受难前最后的一顿晚餐 在此前 耶稣的门徒犹大 为了三十枚金币 向罗马人举报了耶稣的行踪 就在这顿晚餐上 耶稣跟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 达芬奇这幅壁画表现的 就是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一瞬间的反应 在处理每个门徒的时候 达芬奇深入挖掘了 每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肢体动作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背景 和思维模式 所以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 每个人的反应是不同的 这幅作品伟大的地方 也在于这种 对人性的观察和在线 据说因为这幅作品 对人物情绪的完美处理 曾经被美国的某戏剧学院 拿来当作舞台剧表演的典范 达芬奇的作品 给人的感觉是冷静客观的 因为他常常选取的是 第三者的视角 兼具科学性和审美性 他的绘画跟自己的科学研究有关 所以他的画有强大的科学知识做支撑 空气 光线 人物的骨骼 肌肉等等 都符合科学原理 假如要给达芬奇的艺术来一个关键词 那一定是科学 在弗洛伦萨 达芬奇曾经和三杰中的另一个高手 有过一次绘画上的巅峰对决 他们在同一个厅堂的对墙画笔画 这个高手就是米开朗奇罗 虽然这场竞赛还没结束 就因为经费问题被取消了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 米开朗奇罗比达芬奇小了足足23岁 就可以想象 米开朗奇罗在当时是多么有名 米开朗奇罗也是一个建筑 雕塑 诗歌 绘画都懂的全才 但是他更喜欢雕塑家的身份 他甚至认为雕塑家比画家更高贵 因为雕塑家可以创造人类 把人体从石头里解放出来 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 他的代表作大卫 就是一件相当完美的作品 用来制作大卫的原材料 是一块罕见的大理石 因为这块石头实在是太大了 当时很多艺术家 曾经尝试过要雕刻它 但都驾驭不了 当时26岁的米开朗奇罗 接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 他选择了《圣经旧约》里 以色列王大卫的故事 表现大卫用飞石打死敌人 首领哥利亚之前 叙事待发的场面 当这件作品完成之后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个雕塑实在太完美了 当时人们把这件雕塑 放在了弗洛伦萨的市政厅门前 大卫健美的体格 和保卫国家的勇气 被认为是公民的典范 是弗洛伦萨的精神象征 为了好好保护这尊 世界上最有名的裸男雕像 意大利人把它移到了 弗洛伦萨美术学院收藏 再另外做了一个复制品 放在市政厅门口 所以以后有机会 我们去意大利看这个大卫 记得不要走错地方 除了雕塑 米开朗奇罗还留下了 令人惊叹的西斯廷天顶画 这幅壁画在西斯廷礼拜堂的 天花板上 面积多达一千多平方米 相当于三个篮球场那么大 完全是由米开朗奇罗一人完成 他把助手统统打发掉 自己一个人画了三百多张草图 壁画的内容来自于圣经旧约 在现在是人类从诞生到堕落 最后得到救赎的过程 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 米开朗奇罗每天就在一个十多米高的架子上 仰着脖子作画 据说因为这样 使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只能仰着偷看东西 米开朗奇罗的绘画和雕塑最大的特点 使人物身材都非常健美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是骨骼粗壮 肌肉饱满的形象 据说米开朗奇罗创作女人体的形象 用的是男模特 到了晚年 他这些雄壮的人体形象 更具有深刻的戏剧性和悲剧力量 因为他认为 人体是上帝最完美的作品 所以米开朗奇罗更喜欢表现裸体 我们可以说米开朗奇罗的艺术关键词 是雄伟 达芬奇和米开朗奇罗那次巅峰对决 发生在1504年的佛罗伦萨 这一年一个年轻人来到这 亲眼目睹了两位大师的风采 这个年轻人 就是三杰中年纪最小的拉费尔 所谓出名要趁早 拉费尔就属于这种很年轻 就非常出名的人 在他21岁之前 拉费尔跟从画家佩鲁吉诺学习 很快成为了一名独立的艺术家 25岁的他就接受教皇的邀请来到罗马 负责梵蒂冈签字听的诗壁画工程 在这儿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 雅典学院 在这幅壁画中 拉费尔描绘了一大批古代哲学家 数学家 天文学家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哲学家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处于画面的正中央 据说柏拉图的形象是按照达芬奇来创作的 他的右手指上天上 表明柏拉图的哲学 更多的关乎抽象的理论 拉费尔还把其他同时代杰出的艺术家 画成是古希腊的先贤 拉费尔有意向各位前辈致敬 他也偷偷的把自己的样子画到了笔画里 除了雅典学院 拉费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 是他笔下的圣母像 他画的圣母充满了人性 非常有亲和力 气质典雅温柔 即说他画圣母的时候 需要同时使用好多个女模特 他把每个女模特各自最美的部分画下来 综合在一起 达到他心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 但是天度英才 拉费尔37岁就去世了 人们给他的木志明说道 拉费尔兼在时 自然害怕成为他手下的败将 拉费尔顾去了 自然也准备着去迎接死亡 达芬奇的关键词是科学 米开朗奇罗的是雄伟 那么跟这两位前辈相比 拉费尔的关键词应该是优雅 刚刚提到的雅典学院里边出现了 拉费尔的自画像 可能你会好奇 艺术家怎么敢在 委托人的定见里动手脚呢 其实在当时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比如米开朗奇罗晚年在创作壁画作品 最后的审判时 也曾经把自己画成一副罪恶的样子 除此之外 艺术家也开始在画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这都表明艺术家开始给自己刷存在感了 我们发现文艺复兴时期 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了 一方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很现实 就是要拉生意 让大家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 以后你要是有需求 就知道应该找谁 另一方面 这些艺术家常常也是优秀的作家或者学者 他们钻研透视 解剖 几何学知识 像达芬奇 米开朗奇罗这些人 他们除了是画家或者雕塑家以外 他们也懂得文学 诗歌 科学知识等等 绘画不再会被认为是 单纯的体力画了 而是需要丰富的知识 深刻的思想 艺术开始被看作是跟理性 知识有关的活动 不过客观来说 这个时候艺术家还没有真正独立出来 在当时意大利存在许多行会 但是画家并没有画家行会 而是被归入到药剂师行会里 因为他们的创作常常要跟颜料打交道 跟药剂师的活动很像 艺术家虽然有一定的自由度 但还是受艺术赞助人的限制 毕竟人家掏钱你干活 艺术家还是要满足雇主的要求 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 让人们开始质疑教会的权威 16世纪初 马丁路德领导德国宗教改革 随即欧洲其他地方也相继出现宗教改革运动 罗马教会的权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收拾人心 教会掀起了反宗教改革运动 其中的一项措施就是通过赞助灰红气派的巴洛克艺术 来重新燃起人们的信仰热情 所以17世纪也常常被叫做巴洛克时代 我们接下来就来讲巴洛克时期的艺术 巴洛克艺术的特点是激情 巴洛克跟哥特是一样 原本是一个贬义词 它原来的意思是不规则不完美的珍珠 因为巴洛克艺术追求的是激烈的身体动作 夸张的运动感 强调力量和戏剧性 画家卢本斯被称为是巴洛克画家之王 他的作品《玛丽美蒂奇的抵达》 是典型的巴洛克风格 这幅画画的是法国皇后刚刚从意大利到达法国的场景 为了强调皇后的高贵 卢本斯在画里加入了古希腊神话的元素 在画面的下方有海神波赛东和他的女儿 在天空部分有吹着喇叭的《名誉之神》 表示大海和天空热烈欢迎皇后的到来 跟当时以胖为美的审美有关 这些神都是肌肉发达的裸体形象 摆着高难度动作 让整个画面都骚动了起来 这种充满激情的艺术 不仅可以用于强化宗教宣传 也可以满足教会上层人员和贵族们的享乐需求 所以巴洛克艺术在当时颇为盛行 给艺术家订单也越来越多 很多艺术家忙不过来了 就成立工作坊 一边给徒弟传授记忆 一边让徒弟帮忙处理订单 巴洛克艺术的影响力 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和传教活动 甚至传到了美洲 东南亚和处于大清统治的中国 像圆明园的西洋楼 就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殖民活动带来的财富增长 让资产阶级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 是贵族阶级日渐衰落 到了18世纪 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前夜 这些宫廷贵族还在醉生梦死之中 充满激情的巴洛克艺术 逐渐发展出精致柔美的洛可可艺术 反映了宫廷贵族的享乐主义 在法国 太阳王路易十四死后 路易十五和他的情妇彭巴杜夫人 成为最大的艺术赞助人 路易十五宣称 在我死后 哪管他洪水滔天 为了及时行乐 他们搬到了巴黎市区 举办各种奢华的沙龙应酬 为了装点这些社交场所 洛可可艺术应运而生了 接下来我们就讲十八世纪的洛可可艺术 洛可可时期的艺术有什么特点呢 一个词来说就是柔美 洛可可是法语里边石头和贝壳的隐身词 范指当时从室内装饰 建筑到绘画 雕塑 以至于陶瓷 家具 服装等各个方面的流行风格 洛可可风格的特点是纤细 精致 优雅 经常使用S型 或者漩涡型的装饰 如果跟巴洛克做个比较 巴洛克是粗壮豪放的汉子 那洛可可就是甜美的软妹子 在绘画方面 洛可可风格不再表现宗教思想 而是倾向于儿女情长和社交活动 表现情爱挑逗的内容 这些画有时挺污的 例如油画作品 秋千 这张画画的是一个肤白貌美的女孩 在树林里荡秋千 穿着时髦的裙子和丝袜 画面定格在秋千荡到最高点的时候 女孩走光了 你甚至还能看到女孩的大腿 这时我们注意到 原来有个痴汉藏在秋千下面的草丛里 表情愈仙愈死 如果从她的角度看 女孩群体的风光可以说是一览无遗了 更有趣的是 这个痴汉其实就是这幅画的赞助人 像秋千这种柔美的洛可可绘画 色彩柔和 刻画精巧 非常符合贵族们享乐主义的趣味 沉浸在这种情调轻快的艺术面前 让人忘记了沉重的现实 生活似乎就只有爱与美的甜蜜 任凭洛可可艺术如何粉饰太平 到了18世纪末 已经无法掩饰 法国大厦江青的局势 资产阶级革命一触即发了 好 到此为止我们讲了从古希腊以来 一直到18世纪末的西方一枚史 艺术家从很少留下名字 到文艺复兴时期 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了 如果用几个关键词 概括每个时期的风格就是 古希腊的理想美 罗马的宏伟 中世纪的神圣 文艺复兴的觉醒 巴洛克的激情和洛可可的柔美 到19世纪后的艺术风格 就不那么统一了 在下期节目当中 我会为你详细讲解 纷繁复杂的19世纪 到20世纪的西方美术史 好 这本西方美术史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